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日更播主赛吉特 今天来录制一期Tunar scale安装iCloud的pd来同步iCloud的照片 首先这个项目它有非常多的环节面量 你可以控制很多的东西 我这里就比较简单一点 设置一些我认为 需要的环节面量 然后我这个下面一个 通知的配置我是没有配置的 大家可以配置这一些通知 他这里面支持 钉钉的这个通知 我这里就不检视这个通知的配置了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 我们点到我们的应用 在此之前呢你可以创建一下你 打算把你的照片放在哪个数据集里边 我这里呢其实已经创建过的 我是在我的这个 有个foto的数据集下面创建了一个iCloud的文件夹 我们就直接开始 点击应用 点击可用应用 然后搜索 我们这里要使用的还是这个社区的 指定应用 我们点安装 OK 我们直接 复制一下他名字 我这里呢其实也写了博客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里就直接复制 下一步 下一步 这里呢他有很多的环境变量 我把我觉得需要的环境变量呢 我已经 写在这里了 首先是你的appid 然后是user这个user呢是用来同步到本地的时候用的用户名 这样你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应用的用户apps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你自己的创建的用户你创建用户应该在这个证书然后本地用户里面他会写你的用户id和你的用户名 还有你的主 你的主名和你的主的id 我这里呢就用这个apps用户来作为演示这个用户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他是应用的默认的一个用户 同理这个是userid app的userid呢是568 group也是同理 我这里 我这里一样还是使用apps的你也可以使用你自己的组 然后这个t就是时区 然后我们就填上海的时区 这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给他试试一下他下载的路径 他如果你不设这个下载的路径的话他默认会下载 他有一个默认的地址 他那个默认地址是 比较复杂的他会下载到 然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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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然后会导致你可能设置错误 他是可以自己设置这个变量 所以我们就把它固定成 固定成 刚刚倒露的 固定成这个刚倒露子 然后方便我们后面映射 然后呢我们就接着往下面看他这个充电容器来这个视力是什么 可以看他就是很多的环境变量然后挂在了两个卷 他这里呢没有印射端口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健康简单给关掉 因为他没有印射端口 然后这个圈拉斯教他是必须要填一个端口的 他端口呢他可能会用来作为健康检查 也就是上面这些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健康检查关掉不让他去健康检查 如果他有健康检查的话 我们这个可能容器就开不了机 他一直会检查你 失败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把这给关掉 同理我们直接 下一步 点击这个网络 这里呢他会 让你印射端口 然后这个又是带信号是BTI向 现在我们就直接选择clusterIP 就是不印射端口 不印射端口呢下面这个端口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填 我们这就随便填这个端口就可以了 这里选了不印射端口 我们下一步 下面呢就是印射他的储存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印射了一个是 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添加 这里呢配置文件呢我们就选择pvc 所以我们就不挂载到本地 这样方便一点 然后然后我们再添加我们的相册的地方 把这个自动决限取消掉 然后我们来找一下我的 然后这个挂载点呢我们就挂载我们之前设置好的这个 权载点 权载点 然后下一步 这个权限呢 我们就直接让他引入的权限运行 因为我们里面已经设置好了我们的用户权限 所以这里就 然后入特来整个运行 他这个 破的 然后我们保存 好了这里部署完成 他变成Active之后呢我们链接到他的命令行里面 然后我们选择 让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如何设置 他说我们需要链接然后要运行 这个程序 那么把它复制一下 按住 Shift加 Insert 那么回车 这里输入了密码 他提示我们密码错误 咱并为我们 是否在中国 如果用中国的话我们需要设置这个参数 那么来改一下 我们来找一下他这个中国的参数是在哪里 他是这里有一个 这个环境变量 让我们编辑一下 我们写入 然后保存 让我们再链接进去点到命令行 同样我们再复制一下 让我们这里输入了密码他问我们是否保存我们 是 然后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二次验证的这个sms 然后让我们等会来输一下 OK我们这里已经 配置完成了 他要你输入你的二次验证的账号 二次验证的密码也就是你苹果手机弹出来的那团数字 然后他提示到这边是应否应否的话他说我们的 同步已经 完成 我们就可以退出来了 刚密码创建好之后呢我们来查看一下我们的日志 可以看到这他最后 有一个警告他说 什么安全文件不存在 让我们 他在等待这个被创建 所以我们必须要手动创建下这个 Mount我们复制一下 来到我们挂载的你的那个目录里面也就是我们的 NAS的那个目录我们点击新建 创建文码文档 然后把这个名字输进去 然后回车 OK 你可以看到他这里呢就变成了info 我们可以稍微等待一会 看一下是否会在这里下载 我们从日志里面就可以看到呢他就已经正在下载 这个文件了 有JPG的也有 HGIC的 因为我并没有设置他这HGIC转换 因为我认为这个没有必要 因为现在很多都已经支持了这个格式 所以就没有设置转换 如果你想要设置转换的话 你可以在他的这个 可选环境变量里面有一个转换 HGIC L2JPAC 这个变量 把它设置成chue 然后还可以设置他的转换的质量 他是默认是90 你可以直接把它设到100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键三连 这对我非常重要 非常感谢